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universe 那里面有一个system 外面是surrounding 所以整个宇宙看成是一个隔绝的系统 所以它的定义是delta s universe 那等于是system 我们的system基本上就不再写下标system delta s加上delta surrounding 如果delta s universe大于0 它就会spontaneous 它就会自然发生 如果delta universe等于0的话 就是reversible 如果delta universe 那小于0的话 就是non-spontaneous 这三条 一个是两个不等式 一个等式 告诉你说 在自然界里面可能会发生的情形 那要把它整个算起来 不能只算单一的system的entropy的变化 它不能解释说 它到底会不会自然发生 要把它的环境的entropy变化都一起算起来 那上一次我们 上次团队我们说过 在围观上面 这个sentropy的计算方式 就等于是s等于是 Forsman constant乘以long w w是一个围观系统里面 你可以说单一分子 它可能所有的排列的总数是多少 如果今天这个系统里面 有n个分子的话 它每个分子的可能的排列方式 就要相乘 乘在一起 然后把它加在一起 那这个就是w的总数 但事实上在实际应用上很不好用 尤其当我们变是聚观的时候 常常要处理是in more 那事实上在另外一个 在乐论学图点里面 在分析热积的时候 尤其是conome cycle 那这个部分呢 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 我再把它补充上来 那如果没时间 我就直接放在FB上面的一个投影片 或是影片档 那基本上我们得到一个重要的概念 就是从这一堂课开始 那真正要来算 整个系统的entropy变化 或者是环境的entropy变化呢 从聚观的一个数学公式 是比较容易算的 OK 它的公式事实上呢 是从得到的是一个相对的entropy变化 等于系统的 或是环境的reversible的热 传进来 处于当时候的温度 OK 如果它的温度呢 因为整个系统的温度变化没有变化的时候 我们就直接算 因为我们系统的温度不变化 那代表说它可能是在平衡状态 这时候热传进来 都把它想象成是可逆反应 所以基本上 这个是在ΔT等于0的时候 不管是环境 或者是系统 基本上 这个都符合 只要温度变化 等于0的时候 大部分情形在环境 因为环境是属于大的空 大的系统 所以当你系统呢 传了出去的时候 Q传出去的时候呢 对于surrounding来讲 它都是 这个Q都是Qreversible 对于surrounding来讲 它本身就是一个reversible的情形 因为环境温度不变 OK 所以对环境来讲 我要算环境的entropy变化 我其实只要知道说 系统多少Q传出来 我就可以直接算这个公式 所以surrounding通常用的是这个公式 这个公式比较常看到 OK 对于system来讲 那就不一定了 因为有时候你对外做工 虽然是传Q 可是这边的温 这边的系统温度变化不稳定 所以呢 当你的温度不是恒定的时候 我们就要用积分的方式 先看小部分的entropy变化 那它只要变化一点点 那当时候呢 我们如果是无限小的话 假设它的温度变化是等于0 所以这时候是DQREV 所以当你有在横压下面 对外做工的时候 你可能会发现 你的系统开始温度有变化 那这时候呢 你所要导的公式 就要从这个方向来去导 OK 好 Colon Cycle一个重要的关系是 其实是后面这个地方 它证明了一件事情 在一个reversible的一个隐形 那这所谓隐形就是从一开始 在某个温度某个压力 然后这时候膨胀 膨胀对外做工 就像蒸气隐形一样 你开始做工 然后再回来到原来状态 那第一个可以证明出来说 QREV 从这样整个回来以后呢 QREV基本上还是有一个净值 它有值存在 所以它不是一个state function 但是有趣的是 QREV除以temperature 这个值基本上是state function 也就是说 我们借用整个物理上面 所导出来的热力学 一个重要概念就是 QREV除以temperature 那它基本上是一个state function 所以 S基本上我们就直接假设 就不太证明它是 怎么得到的state function 它的function 这个概念必须要 你回到conon cycle里面 那我们重点就是 把这个拿来应用 开始来算系统或环境的 entropy的变化 那entropy从直觉上面来看的话 你可以知道说 它是一个双数 分母是温度 这温度呢 基本上如果你还记得 系统里面 如果我们说它是一个ideal gas 然后它是一个 对于化学来讲 它是一个constant temperature 那这个整个系统的entropy 如果对于for ideal gas 它的U我们可以直接算出来 就等于是C 它的U就等于是CP 墨的比勒 乘以它的墨的数 再次当时候的温度 OK 好 那所以这个温度本身 绝对值的温度 基本上就代表 整个系统的内能 或者它的entropy 当你把它除以Q的话 Q通常指的 大家还记得的话 Q通常是指的 如果是在横压底下 它就变是CP 乘以N 再乘以delta t 所以Q基本上有一个概念 是它有delta t的概念 也就是它的温度变化 所以事实上是从外来进来的 所以当我们在用算delta entropy的时候 entropy事实上就是 分子上面是QREV REV指的是这个 外来的一个热量 对整个系统的冲击是多少 所以是delta t除以t 所以当你在旁边 这个地方是指的是 静坐的情形 它的温度 似乎大家整个动能很小 所以它的温度很小 所以t code是属于d的温度 当你开一个香槟瓶子的时候 声音非常大 对于这个整个冲击来讲 它就相对值很大 它就基本上会扰乱整个系统 所以QREV除以t code 这个值很大 相对于下面 你们前几个礼拜 在做Christmas party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的温度非常大 即使你开了十几瓶的香槟 都没有人会发现 那你就知道说 这个的entropy 对整个系统来讲的 冲击就小很多 同样的是热量 你在低温底下 所开出来的一个干扰 和在高温底下的干扰 就差很多 所以Q除以t 在某种程度来讲 是一种乱度 但是这个乱度 是对整个系统的冲击大小是多少 对于低温来讲 同样的热量进来 它的冲击就很大 对于高温来讲 它的冲击就很小 所以这是直接上面的观点 那我们现在还是做一个题目来看 human body 就是对于人体来讲 36.5度C generate heat at the rate about 100Wat 就是在36度C的时候 一个人他每秒钟 所产生出来的热 大概是100Jr 100W大概就是 每秒钟产生出100Jr at what rate your body heat generate entropy in the surrounding taken to be at 20 degrees of C 他在问说 你产生出来的36度C 这时候呢 所产生出来的100Jr 每秒钟 那请问 在surrounding里面 他所产生出来的 伤是多少 我们刚才讲过 基本上 算surrounding的时候 很容易 因为surrounding 它是一个很大的空间 所以即使热进来的时候 热传到surrounding 它本身 对于环境的温度变化 冲击少很多 所以它的温度变化是 得于0 所以这是一个人 他在走路 它是36.5度C 它传出来的热 Q等于是100W 所以相当于Q等于是100Jr per second 环境呢 基本上 他已经告诉你 这时候是20 所以这边的环境 surrounding T surrounding 是20度C 第一题想要问说 这时候 它的delta S surrounding 是得以多少 所以我们说 这公式本来就是 T除以QREV 什么叫REV的 heat transfer 通常在 算entropy的时候 比较容易定义的 就是整个系统 是在平衡状态 这时候它进来的热 对于整个系统的变化 冲击很小 所以对于这个环境来讲 它是20度C 所以你把它带到这边来 surrounding 我们要算是surrounding OK 好 那这QREV 基本上是对System来讲 System有100焦耳传出去 OK 所以对于System来讲 它是传热出去 所以散热出去 对于System 如果是System来讲的话 这边的QSystem 这边是负的 但是对于环境来讲 因为当你要算环境的entropy 主体就变成surrounding了 OK 所以这边的Q 虽然写的是Q 那我们要把它改成是Q Surrounding 它就等于是正的 OK 一个是负的 一个是正的 好 一旦是变成这样的情形的时候呢 QREV 我刚才讲过 这就等于是Q Surrounding 因为本身呢 它的温度变化很少 所以这边我们就直接写Q Surrounding 两个相处在一起 基本上就得到结果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Q Surrounding是 正100 所以温度 这温度不能直接放到这边来 所有的温度都要用Kelvin 所以当你带到这边来的时候 这边要20 加上273 它单位是Kelvin带进去 所以这边处以293 得到的结果是0.341 所以这个结果是0.341 写单位要很小心 通常在标准的 entropy的计算 因为Q是 它的单位是Jol 这边呢 温度是用K 除以K 所以 entropy的基本单位是Jol 除以Kelvin 但是因为我们这边的Heat 它是一个 每秒钟所传进来的热 所以这个热本身 它的单位就是Jol 除以second OK 所以它是每秒钟传进来的Jol 它不是一个固定的热 传出去就不再传 它是热传 一直持续地在传 所以这个单位 就等于是Jol 除以second 除以K OK 这样有问题 所以它的entropy 每秒钟所产生出来的entropy 基本上消耗到surrounding上面 surrounding所得到的就是0.31 叫 per second per Kelvin 好 所以这是第一小题 第二小题 想要问的就是 如果entropy每天这样子下去 它到底生产出 对整个环境产生出多少的entropy的冲击 所以基本上 你就直接乘以86400 所以第二小题 所以第二小题 delta s surrounding 如果是一天one day 就等于是刚才我们算出来的结果 结果是0.341 乘以86400 得到的结果就等于是29462.4 Jol per more per Kelvin 如果今天环境变成 如果你现在是在环境底下是在30度C 请问你所产生出来的entropy会不会变比较大 如果是这样的情形的话 所以你这时候原来第一个 这是第三小题 同样原来的第一个是在20度C delta s surrounding 20度C的时候 你的q surrounding 是除以20加上273 如果是在surrounding 在30度C的时候 就等于是30加上273 因为人体所发出来的热是固定的 所以分子一样 分母变大 所以基本上它的值会变小 所以delta s surrounding 20度C会大于delta s surrounding的30度C 因为同样的热量 你传到比较高温度 其实对它冲击比较小 所以一除掉 基本上它的entropy的整个变化就变少了 OK 好 下一个 既然entropy容易计算在恒温底下 所以最常看到的就是在向变化 向变化的entropy变化最容易计算 所以在溶解过程的时候 你的delta s fusion 就等于是q reversible 除以t 那这时候呢 在fusion的时候它就是溶解含 溶解含就是delta fusion 除以t OK 所以你要弄清楚 到底它是溶解含的时候 到底是对系统还是对环境 那对于系统和环境呢 基本上它的正负值刚好相反 OK 还有当时候的温度也不一样 那如果你算的是fusion时候的entropy在系统里面 你就要看系统里面的当时候的温度 那如果是fusion是在环境的话 就在环境当时候的温度 如果系统跟环境刚好是同一个温度 就代表它们两个是在平衡状态 这时候温度是一样 那你会算出来说它的最后呢 delta universe刚好得于0 它的system的entropy变化 和环境的entropy变化 刚好是相反 OK 所以这就是一个很标准的平衡状态 尤其在蒸发相变化的时候 蒸发的时候也是这样计算的 你可以知道q reversible 就是刚好是entropy of vaporization 它的蒸发时候的含 OK 好 那我们看下一个 基本上如果把它整理起来 在早期的物理学家就发现呢 或是化学家就发现一件事情 在entropy在蒸发时候 它所发生的变化呢 基本上是接近于某个值 叫做88 其实有些课本写85 OK 大概是那个值 那为什么值是固定的 其实最主要是 当然我们会导出来 entropy呢 它受到整个系统的体积变化 影响非常大 因为体积变化越大 尤其从液体变到气体 它的体积增加到1000倍 对于整个系统来讲的话 它的冲击最大 所以你会发现说 其实只要是体积恒定 变化大概固定的话 从液体到气体 大概通常变化大概1000倍到2000倍左右 那个值大概是差不多 所以大概就是88 所以你可以发现它的值大概就88 90左右 OK 平均值 有比较远离的像这乙醇 OK 这乙醇本身就是因为有氢件 所以它要开始蒸发掉的时候 它所需要的一些 因为氢件排列比较整齐 然后它的到气体里面 它的氢件排列就比较乱了 OK 所以它的entropy变化就比较大 同样的情形水也会有这种情形 远离88那个值 所以简单来讲 entropy的对于vaparization 这个像变化 蒸发的变化 大概它的平均值大概都是88 这个公式叫Troton rule 就是基本上对于vaparization来讲的话 它是88 课本有几个题目 我们可以来做来一下 请你用Troton rules 去估计entropy of BR2 就是liquid bromide 如果你已经知道它在蒸发的时候 它的费点是59度C 现在重点就是你已经知道它59度C 你想要知道它蒸发含是多少 OK 所以呢 entropy 尤其是对于固定非极性的物质来讲 就比较容易估计 所以当你们在实验室想要简单的算一下 大概它的蒸发含是多少 然后你就知道它的费点是多少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简单的估算 利用Troton rule Troton rule基本上它是告诉你说 delta s vaporization 0代表是标准状态1bar的地方 大概是88joule per k OK 好 我们看有没有 还有一个permore 那我们现在知道说 这个是等于delta h delta h vap0除以temperature boring point 所以基本上这个板就是qrev 那刚好是在向变化 qrev就等于它的entropy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delta h 这是我们想要知道vap0 这时候是59度C ok它费点是59度C 所以我们大概59度C再加上273 它应该等于是88 然后我们就可以预估它的整个热寒的变化 所以对于秀来讲 delta hvap这个是秀的废点温度 就是说 br2 这等于是88x59加上273 好 最后结果基本上他就是等于是29216joule per k 所以這個是修的廢點59度C 第一題 第二題 用Traden-Ruor去預估C3NH2 如果你已經知道它的蒸發含是多少 那它的廢點是多少 所以第二題 基本上就是要利用這個公式TB 就等於是ΔHVAP 我們只把這兩個對調 把這個廢點跟這兩個對調 這兩個值對調 所以基本上現在分母就變成是ΔSVAP0 下面這個值是固定88 上面已經告訴你它是一個25.6 這樣算對不對 好 注意一下 這是88基本上是焦耳 直晨方案你常常得到的是千焦耳 化學反應熱也是一樣都是千焦耳 計算 後面兩章的題目計算非常多 所以基本上焦耳、千焦耳要弄清楚 那Kelvin或杜錫要弄清楚 熱傳現象 這個也是在一個熱力學裡面 第二定律一直想要探討的 為什麼熱只能從高溫傳到低溫裡面去 而不能從低溫傳到高溫 所以基本上它的能量是守恒的 那我們就用熱力學entropy來變化 來看看來什麼時候它是可能會正常的自然發生反應 所以這是簡單的證明一下 只有熱呢 假設說T1是hot T2是cold 那Q是從T1傳到T2 它是不是有可能發生 所以我們現在就開始來討論熱力學上面 假設這是兩個系統 好 T1到T2 Q永遠假設是從T1傳到T2裡面 OK 那我們想知道說T1大於T2的時候 它會不會自然發生 T1如果小於T2的時候 它會自然發生 所以其實有沒有自然發生 就是要算它的deltaS universe 到底是大於0 等於0 還是小於0 如果它加起來大於0 就是它會自然發生 如果等於0 它就是平衡reversible 如果小於0 它就基本上就是不可能發生 它就等於是只有逆向才會發生 好 所以我們一開始 第一個case是假設它是T1大於T2 然後我們算它的delta universe 這第一個 所以我們是假設說 這個整個系統 當成是一個隔熱的 絕熱的 isolate system 如果這個當成是deltaS 它是system的話 如果把這個當成是system 那另外一邊就變成surrounding 因為它是整個isolate 其實加起來就是deltaS1要加deltaS2 那我只是把兩個分開來 好 那我們看第一個 deltaS system 指的是system 和deltaS surrounding q代表是正值 它永遠都從T1傳到T2 假設說一開始我們先討論T1大於T2 基本上一開始算deltaS 基本上一開始算deltaSystem的時候 就等於是 就是q它是正值 傳到T2 所以假設它的溫度都不變 它是在reversible的情形底下 所以它是q除以T1 對於T2來講的話 基本上因為原來q是正值傳到這邊來 對不起我寫錯了 q如果是傳出來的話 它應該寫一個是負號 因為它失去熱 q是正值 q是大於0 那從這邊傳出來的話 就system基本上失去q的熱 那對於環境來講 它就收到q的熱 除以當時候的溫度T2 所以你要看它會不會自然發生 兩個要加在一起 deltaUniverse 就等於是deltaS 加上deltaSurrounding 就變成是-q除以T1 加上q乘以T2 OK 兩個加在一起 把q提出來 得到的結果 就變成是T1乘以T2 分支-T2加上T1 好 所以不管它是怎麼樣的情形 基本上我們得到的事實是這樣子 那第一個我們假設說 如果 第一個狀態 如果是T1大於T2 OK T1大於T2 所以這個值比較大 這個值比較小 那我們一開始假設說 q是大於0 所以這邊是正的 所以這邊是正的 這邊下面兩個相成也是正的 那T1大於T2 所以這邊分子也是正的 所以得到的結果 就是deltaS Surrounding 是大於0 它會發生 所以溫度高的時候 只有q從這邊傳過來 是正常的 它會自然發生 相反的 我們現在用橘色比來寫 假設第二個狀態 是T1小於T2 OK 當如果是這個溫度比較低 這個溫度比較高的時候 同樣公式倒下來其實是一樣 只有在這個地方差別 這時候這個T2變成是比較大值 這邊這個值變成比較小值 所以它的分子就變成負號 所以這時候你會算出來的是 deltaSurrounding 是小於0 所以它就不可能發生 它是違反熱熱學第二定律 所以在熱傳上面 只能從高溫傳到低溫底下 不能從低溫傳到高溫 OK 好 接下來我們再做一些範例 Suppose 假設100G of energy is taken from the hot source 100G從熱源300度C裡面拿出來 Pet through turbine 那這時候它進入到一個渦輪轉機裡面 convert some of the energy into cold sink 所以它轉換成公以後 然後剩下的熱從冷的地方把它釋放出去 冷的地方是20度C What is the maximum work? 就是最高溫是300度C 那這時候提供熱到隱形裡面 其實就像蒸汽機一樣 我300度C 這時候提供它 或者可能是燃燒隱形 或是什麼其他隱形 讓它開始做工 做完工以後 最後的熱從20度C把它釋放出去 OK 那請問這樣子的整個隱形裝置 它最大能夠提供多少的能量出去 OK 如果它還是能夠自然的 自動的發生反應 這題目的意思是這樣子 在溫度高的時候 這個是一個熱源 T-hot 提供能量出去 OK 到cold T-cold 它出去的時候 一開始燃燒 所以這邊是熱量出去 OK 能量出去 那有一部分轉換成勾 剩下的是Q傳到這邊來 OK 好 T-hot的地方是573度K 這邊是573度K 就是300加273 573 最後是在20度C的時候 20度C加273它就293K 所以當這個出去的時候 我們說這個是一個Q-hot 傳出來 這邊有Q-hot Q-hot傳出來以後 有一部分傳到W上面去 有一部分釋放到室溫底下 這是Q-code 早期 在瓦特發明蒸氣機的時候 當時候就有一個理想 希望你所有燃燒的隱形 不管燒煤或燒蒸氣 那些所有的熱能夠完全轉換成功 OK 所以熱力學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定律 其實我們在化學比較不談到就是 這邊所產生出來Q-hot 上翻出來的熱 永遠不可以100%轉到W上面去 這基本上是熱力學第二定律的另外一個敘述 在整個熱機裡面在運作的時候 Q-hot沒有辦法100%轉到W去 那我們今天只是用它的後面最後的結論 怎麼知道它不能100%傳出去 第一個 這個Q-hot本身的ΔS ΔS hot 因為它是 一開始告訴你說 Q-hot燒出來是100焦 100焦把它拿出去 所以這變成是Q-hot Q-hot基本上它傳出去是負的 除以當時候的hot temperature 再來是ΔS 這個T-code基本上就是指環境 因為最後你的熱 就像你在騎摩托車或騎機車 最後的熱就釋放到環境裡面去了 環境是什麼溫度 那就是所有的熱就傳出去 所以事實上這個Q-code 事實上就是surrounding 這點是當時候的T-code 我把它寫白色的字 T-surrounding 這點是T-code 那Q-code OK Q-code是整個把它加進來 好 那我們想知道說這個work 最多值是多少 Maximum work 好 Q-code基本上跟Q-hot Q-hot我們知道是100 所以我們這個地方直接就可以把Q-hot 改成是100焦 這邊是100焦 題目已經告訴你 它100焦提供出去了 OK 好 Q-code是多少 Q-code基本上事實上就是Q-hot 就是100 減掉work 因為你對外做工 剩下的量全部跑到環境裡面來 所以Q-hot我們說是100 減掉W 所以這個值呢 Q-code我們就把它改成是100 減掉W 這W絕對不可能變100 OK 最多就到100而已 所以我們這個地方寫成100 減掉W 那我們想要知道說W最大值是多少 OK 好 所以基本上就變成 這個題目就不會太難 就等於是 最後呢我們希望知道說 它呢如果要能夠自然的發生反應 兩個相加必須要大於等於0 它才可能發生 如果是等於0 就是平衡反應 那這是理想值最大的值 好 delta s hot 加上delta s surrounding 就等於delta s universe OK 它必須要大於等於0 它必須要大於等於0 才可能自然發生反應 大於0就是自然發生反應 等於0就是可逆式的 所以呢 hot 這邊是-100 所以當時候的溫度 是在300度C上面 所以它是573 加上 這個地方是100 減掉W交2 除以293 它必須要大於等於0 好 重新整理一下 我們就會得到最後這個結果 100 然後這邊是573 減293 除以573 必須要大於等於W 這四值可以重新整理 會得到這樣的四值 所以W值最大值就是這個值了 如果W值呢 比這個值還大 基本上就會讓整個這個值變成負值 所以work不可以太大 它不可能提供完全的 OK 舉個例子 你希望它完全變 全部轉換成100交2 好了 如果這W呢 如果這W呢 完全轉換成100 這是最有效率的 你燒的100交2 全部轉換成有用的功 那後面這一項呢 就會等於0了 那這個地方 這個值 是負的 所以兩個相加變成是負的 所以 在熱熱穴上面 你燃燒的 在煤鍋裡面所燃燒的熱 永遠不可能100%轉換成有用的功出去 尤其是在熱穴裡面 那這地方呢 得到的W Maximum Work 大概是 W Maximum Work 就是等號相存在的時候 就會得到這個 這個值大概是在48.9 所以它的效率 效能 就是100進來 它最多能夠傳出來是48.9交2 其實在大部分的隱形裡面 最高效能大概是達到30%左右 30到40已經是最高值了 沒有辦法再提高到上面去 OK 在這機械隱形上面的 大概是這樣 所以這個大概是48.9 就是效能 下面的Efficiency 基本上就等於是48.9 除以100 再乘以100% 大概就是48.9 效率 好 到現在為止 我們在算entropy的時候 都是在恆溫底下算entropy 如果不是entropy 如果不是在恆溫 我們要怎麼算 是恆溫的話 我們就要從微分上面來看 說每一次在固定的溫度底下 它的熱交換是多少 然後你把它一個一個算出來 基本上呢 如果我們把這個公式寫出來 在不是恆溫底下的話 DX等於是DQREV 除以溫度 OK 所以每一次你傳熱一點點進去 那時候那麼點點熱進去的時候 就系統的溫度 變化幾乎等於是不變 所以我們是用這樣的概念來看 一旦是這樣子的時候 QREV 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 Q本身就是 Heat Capacity 乘以它的溫度變化 所以這個Heat Capacity 有可能是在恆溫底 定容底下的Heat Capacity 也有可能在定壓底下 所以你要注意一下 當它有溫度變化的時候 它到底是定壓的時候的變化 還是定容底下的變化 所以根據這樣的公式 就是熱本來就等於是Heat Capacity 它的溫度變化 所以你的ΔS 不管是 這通常是在系統才會這樣算 環境溫度幾乎都不變 所以環境不會走這條公式 這樣的算法通常在系統裡面 所以乘以DX 那溫度從T1到T2 T1是起始溫度 T2是中了溫度 然後你把上面公式帶進來 它就等於是C的T over T 那熱熔基本上是constant 尤其在我們普化的階段 當然當你到了工廠裡面 或在比較企業裡面 比較重要想要知道算出更準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的Heat Capacity Heat Capacity是溫度的函數 然後這時候你就要把整個用電腦把它算出來 那我們這些 這時候就把它視為是一個constant 那這個地方呢 T分之T呢 積分不會太陌生 它得到的就是一個long值 然後中了的溫度 除以其實的溫度 就是這個值 OK 那絕對值都不用再加上去 雖然在純數學裡面它會有一個絕對值 但是在我們的應用上面 物理系統裡面所有的值都是在正的上面 所以絕對值可以把它拿掉 你不可能有一個溫度 對了 這個邊的溫度還是一樣 它是用Kelvin 盡量用Kelvin來算 OK 用K 要不然你變度C會有-幾度C 所以全部都是用Kelvin 才不會出問題 好 那我們就是舉下面這個例子來看 這個例子呢 基本上是 A sample of nitrogen gas 在N2這個氣體裡面 它原來呢 是在20升 然後5000帕 OK 那開始加熱 加熱到從20度C到40度C OK 在固定的體積 at constant volume 所以既然是at constant volume 它的heat capacity 就是constant volume的墨爾比勒 OK 那請問它的delta S呢 變化是多少 這邊的delta S還是指的是系統 我們到現在為止 只要是溫度有變化 都是指系統 環境溫度幾乎都不變 OK 所以環境的entropy變化最好算 只要把熱算出來 那處理它環境的溫度 就是它的entropy變化 這地方呢 第一個 Heat capacity 我們只能算出 它是一個CV 對於N2來講 如果題目沒給的話 你就開始用預測 用我們當時所說的 它是理想氣體 然後它是直線 那因為是constant volume 所以呢 這個值呢 剛好是2分之5R 好 所以呢我們就從這地方來算 delta S 那末數 OK 這個題沒有提供你末數 所以呢 基本上delta S就變成是N 乘以CV 因為這兩個相乘就等於是大C了 OK 好 它的有溫度變化 就是乘以lone的 中了溫度 除以起始溫度 這樣問題就出來 CV 我們是用這樣的公式預測 可是N怎麼出來的 N你就要用理想氣體方式來算 它就等於是 PV等RT 所以它是等於PV除以RT OK 好 那CV就等於是乘以2分之5 好 OK 溫度 基本上從20度C到400度C 所以乘以rone 20度C加上273到400度C 400 加上273 所以一開始這個R把它拿掉 R這邊可以消掉 P 因為我們要知道一開始 這是起始時候的溫度壓力 所以你可以知道說 這個體積基本上 這個地方用20升 如果這兩邊要消掉的話 基本上你要用同樣的單位 這邊單位這個R 我們通常要算的是用8.314 這邊R如果要消掉 它也要用8.314 否則你就不要消掉 就照你的公式來算 所以這邊是用8.314把它消掉 8.314 8.314是交耳 所以這個地方原來20升 這邊是20升 乘以千帕 乘以5 兩個相乘 就剛好是交耳 千帕 L 乘以千帕 所以最後得到的結果 ΔS 這等於是20乘以5 除以8.314 乘以293 再乘以8.314 乘以ロ 這邊還有一個二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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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Long 然後再來這邊是673 除以293 最後結果是等於 正0.71交耳 per K 注意一下 entropy的單位還是一樣 交耳 per K 我們剛才算出 如果系統有溫度變化的時候 怎麼算 當系統有體積變化 下面這個公式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下個學期還會再用到 在reversible expansion的時候 其實就是isothermal reversible expansion 這個 data S 怎麼算 雖然溫度是固定的 但是你要注意一下 它的Q是慢慢傳進來的 它是為了讓 因為你一直在對外做工在膨脹 所以它其實溫度會下降 那你又要讓它平衡 所以你要熱進來 所以這個delta S 事實上還是要用 所謂的 這個地方 用Ds 體積從V1 積分到V2 它不是一個固定的溫度 因為系統裡面一直在變化 你把它想像成 非常小步驟 我一膨脹 溫度可能會下降一點點 我趕快熱補進來 那這時候再把溫度回到 雲來的地方 所以它事實上是 但是在圍觀上面它的溫度是會變化 那根據這樣子 它的V1 積分到V2 我們要用DQREV 對溫度做積分 那QREV 它跟體積的關係 基本上沒有辦法直接得到 那我們就要回到 isothermal reversible 的地方 那如果對於isothermal reversible 它的delta U 會等於0 因為對於理想氣體 所以接下來的整個過程推照 For ideal gas Gases only OK 接下來就對於理想氣體 那理想氣體第一個就是delta U等於0 因為它的溫度變化等於0 所以這地方呢 就等於QREV 會等於是W加REV OK 那所以從這地方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QREV 就等於是負的WREV 負WREV 對於isothermal reversible expansion 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 當時候我們是這樣推導的 負P V 把它積分 它原來是對外做分 從V1 積分到V2 OK 所以我們就可以從這個地方來倒 基本上 從這個地方 QREV 就等於V2 積分到V1 那這個地方 本來是負 本來是DQREV 就變成負DWREV delta T 因為 從這邊來自這個地方 是因為delta U 等於這個值 isothermal expansion 繼續 好 那這個WREV 事實上 我們當時要說 它是對外做工 它就等於是V1 積分到V2 前面有T分之負1 後面是壓力 乘以底V 那一旦變壓力 這邊呢 接下來就是理想氣體 P呢 基本上就等於是 V分之NRT 所以其實你可以直接把它的 reversible expansion把它帶進來 所以得到的結果 就變成是V1分之V2 T分之負1 然後把這帶進來 V分之NRT分之D V V 溫度和溫度可以消掉 最後只剩下 我們把這式子寫下來 這式子呢 整理一下 最後就只剩下最後的 體積關係式 NR是常數 你把它提到前面來 OK 好 原來這個地方呢 對不起 我這邊寫得太快了 因為這個地方 應該work呢 是負的 P的V 然後這個地方呢 也要寫一個負的 負的 然後這邊是V分之NRT DV 所以這邊T消掉 那負負得正 這個是正 所以最後得到的是NR 然後是V1 寄分到V2 V分之DV 結果就是NR分之ROM V2除以V1 這個式子非常重要 一定要記起來 當體積有變化的時候 DELTA S 就等於是NR除以V1 除V2 這個變化 不但 這時候會用到 以後我們再講 氣體的混合的時候 因為氣體混合呢 它是從分壓 變到整個總壓 它體積也是更的變化 所以呢 這公司會一直使用 只要有體積變化 從小的體積變化到大體積 你可以知道 V1如果是小體積變大體積 它基本上就是 entropy的變化是更大於0 而且這個式子 跟當時候 如果大家回去看一下講義 對於理想氣體 尤其是在圍觀上面推導它的體積變化 也是一模一樣 也是這個式子 聚觀和圍觀所得到的幾乎都是一樣的式子 那這兩個是互相互應 比較簡單的說 圍觀和聚觀 它的公式 entropy公式是一樣 就從這個地方導起 所以這個公式一直是很重 等到我們下學期還會再提一次 導這個公式有沒有問題 好 這個只有對理想氣體 然後物定的溫度 然後它膨脹 然後這時候你會得到這個式子 那同樣的你可以用相反 在同樣的isothermal 然後reversible 那你這時候只知道它的壓力的時候 這是壓力變化 所以呢 如果你只知道它的壓力變化 那這壓力變化 剛好跟體積變化是成反比 所以原來是final的volume 除以initialvolume 那現在就是initialpressure 除以它的final的pressure 這兩個之間的對調 好 我們就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先試試看 那請你算一下系統的entropy變化 如果今天是銀墨的nitrogen 然後再加熱 沒有加熱 它就是一個可逆式的恆溫膨脹 從22升到44升 請問它的entropy變化是多少 所以從這個公式來看的話 它的dataS就不會太難了 銀墨 所以r r是8.314 這邊算能量的時候 都是用氣體用8.314 因為答案單位就是膠額 那體積從22升變44升 所以這個題目就不會太難 從起始的22升到中秒的44升 兩個相差是剛好兩倍 ron2 所以把它算一下 得到的結果大概是正的 5.76 joule per k 好了 我們到現在為止 在系統裡面如果有溫度變化 它體積不變的時候 或它的壓力不變的時候 基本上我們可以算出來 用它的熱溶 然後對於溫度的積分 那如果有溫度固定不動 然後體積變化的時候 我們就用體積來做積分 所以兩個同時發生的時候怎麼辦 我們可以限制一個條件變化 我們沒辦法同時讓兩個條件 兩個因變數都變化 那這怎麼算 我們先看第一個 這個實驗上面 如果螢幕的Argon氣體 開始壓縮 Compress 而且很快的壓縮 從五升壓到一升 用活塞去壓縮它 那這process temperature一開始 升高到20度C 從20度C升高到25度C 那請問最後 它的entropy變化是多少 所以現在不像我們剛才 我們剛才在說 它體積變化的時候 是恆溫底下的體積變化 那現在體積不但變化 然後它又有溫度變化 那怎麼算 這個算法其實一樣 entropy它只要是 就是state function的話 我們就用hast load state function呢 基本上是這樣 我們把圖形畫出來 其實點 原來是在20度C 然後是在5公升 所以原來這邊是 一開始initial ti 是在20度C 然後vi 是5公升 然後final tfinal 是25度C 25度C 25.2度C 那vfinal是1升 好 我們到現在為止 只有得到一種公式 那現在如果要這樣公式的話 怎麼辦 計算 計算方式有兩種 第一種呢 我們就把它先做到這邊來 它溫度不變 ti等於20度C 體積先變到中間的final 變成是1升 然後再上去 把它切兩個 一個是在恆溫底下 體積變化 然後變化到你的final的時候 你再去算 因為你要算的時 其實 重點是在算這個deltaS 等於多少 但是我們可以先算deltaS1 再加deltaS2 deltaS1 基本上是體積變化 恆溫的時候 它的壓縮 第二個 是在固定的體積 然後再來算它的 溫度變化 所以這兩個式子 我們都學過 前面幾個都學過 所以當你有壓體積變化 它伴隨著溫度變化的時候 你要算它的entropy變化 你要把它切開來 利用hexlow 用你已經知道的公式 去把它湊出來它的答案 因為它是一個狀態函數 一旦是狀態函數 中間怎麼走沒有關係 只要其實點和中條點 是確定的就好了 所以第一個 第一個步驟是 T 保持在恆溫 20度C的時候 體積從 5公升 變化到 final 1公升 所以這個deltaS1 只要體積固定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算 它就等於是 nr 乘以lone 的 中條是1 除以起始 是5 OK 那磨數 已經告訴你1mol 所以是1 乘以8.314 乘以lone 5分之1 第二個 第二個 第二個就是 體積固定式1升 溫度從起始的溫度 20度C 提高到 中了的溫度 25.2度C 所以我要切開來算 所以這時候deltaS2 就等於是 mol數 n 乘以cv 因為它是體積固定 OK 那再乘以它的long 中了的溫度 其實除以起始的溫度 mol數是1 那這是n2 不是 這是压氣 压氣它的cv 其實就是標準的2分之3r 好 再乘以long 的溫度 溫度 注意一下 這個溫度一定是用Kelvin 雖然它是告訴你20度C和25度C 所以這邊是25.2加上273 下面是20度C加上273 這個是大家常常犯錯的 都忘記把它轉成Kelvin 所有的溫度變化一定要轉成是Kelvin OK 絕對溫度 好 把這兩個值把它算在一起 結果就是這個 deltaS呢 就請大家回去算一下 這個結果 應該是得到的是這樣子 -13.18 joule per k 因為這個基本上 就等於是deltaS1加上deltaS2 兩個把它加在一起 切開來算就可以了 好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就開始要算整個系統的 它的entropy的變化 其實我們剛才就算過了 就是universe 它的算法就是deltaS加deltaS surrounding 就是這個第一 這個沒有下標 代表是系統的entropy surrounding就是它環境的 它的entropy的變化 兩個相加在一起 才能判斷說 它到底是不是自然發生反應 大於0就自然發生反應 等於0它是平衡狀態 要往前進 往後退都可能發生 當它小於0的時候 叫做lonspontaneous lonspontaneous 基本上就是往後走了 它不會往前走 好 現在問題就是 surrounding怎麼算 我們剛才說 surrounding基本上 就等於是q 你系統傳出來的q 那就等於是 surrounding的 負的surrounding q 對於化學反應 大部分的q 都發生在系統本身是一個constant temperature constant temperature的q 如果是constant temperature q 我們把這個constant temperature 是delta p等於0 通常都會下標為qp 請問這qp等於多少 delta h還delta u 兩個選擇 它就等於delta h 所以qsurrounding 我們剛才說 這邊就等於負的qp了 所以會寫一個qp 所以呢 delta s surrounding 就等於是 負的qp 除以當時候t surrounding 如果系統平衡的話 surrounding跟溫度是 跟系統溫度一樣的話 我們就把它寫在一起 所以當時候 如果它的系統是平衡 這邊它就等於是t了 上面就等於是負的delta h 也就是說我們在前一章 第七章所學到delta h 在這個地方最重要的應用 就是處理系統或環境的溫度 如果系統和環境溫度它是平衡的話 處理環境的溫度 你其實就得到環境的entropy變化 那這時候全面要成一個負號 因為剛好是相反 所以基本上最後得到的結果 就是delta s surrounding 就等於t分之delta h 這地方它直接換成這個值 這個值換成不寫下標 代表是系統的溫度 換算它的時候是代表是它是平衡狀態 這是平衡狀態 所以這個是一個重要 delta s surrounding 就等於是溫度分之負delta h 所以待會我們要開始預測化學反應熱 化學反應式它會不會可能發生 所以你就要把化學反應的整個 所以如果你說某個化學反應它會不會發生delta s universe 你要先知道化學反應的entropy變化是多少 減掉t分之delta h 如果它大於0 這個化學反應就會發生 如果它是等於0 這化學反應是在平衡狀態 如果它是小於0 代表這個化學反應將會逆向反應 它會產生出更多的反應物 所以呢 基本上這是一個簡單的 符合熱力學定律的 就是這個地方 delta s加上delta s surrounding 而對於化學反應在橫壓底下的變化 它的s surrounding事實上就等於是 -delta h除以t 所以entropy在這個地方就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你不能只考慮到整個化學反應的entropy的變化 我們先用這樣的溶解的反應來看看 它會不會產生出 這個在室溫底下為什麼它一定會溶解掉 冰塊在0度系列的時候它是進行平衡的溶解 也就是說它可以溶解 通常比較有趣的是說 這個本來就是吸熱反應 從h2 它是固體到liquid 然後這時候它會吸熱 吸熱代表是說它的熱含從低的地方 也就是說這個是h2oS 進入到h2oLiquid 它的delta hFusion 是等於6.1 delta h大於0 代表這個是一個低的 這個比較低 delta h是比較低 就是它h值比較低 這跑到高的h值 高的能量 h本來就是一個內能 再加上它膨脹功 那你在物理學 就是在傳統的牛頓力學裡面 從低能量跑到高能量幾乎都不可能 所以我們通常覺得吸熱反應是比較難反應的 放熱反應通常就是從高的entropy 進入到低的entropy 所以放熱比較容易發生 那為什麼這吸熱它可能發生 我們就開始來討論 delta s surrounding 好首先我們要先看 delta s 不是 不是是s surrounding 對不起 我又寫錯了 是universe 它就等於是 系統的entropy變化 加上環境的 surrounding的環境變化 在吸熱反應的時候 這整個化學反應 不是 這整個溶結反應呢 對系統和環境差別在哪裡 如果把圖形畫出來 這是冰塊 這邊是surrounding 冰塊 再放在室溫底下 冰塊本身還是0度C 所以這個是0度C 好 surrounding 現在是25度C 所以是298度K 它是298K 因為你要溶解 它的熱量 要吸進來 所以這邊是等於是 吸熱進來 吸delta H VAP 好 所以在算這個計算的時候 delta s 就等於是 就等於是 系統本身的Q 除以T的System 然後再加上 這邊是-Q了 因為如果這邊吸熱進來 代表環境要失去熱 OK 所以這邊是 除以T的 surrounding 因為它是溶解 這邊的Q 基本上就是delta fusion 所以這邊的Q 我可以把它寫掉 拿掉 它就是delta H fusion 所需要的熱量 那你環境就會失掉 所以這時候 環境要提供這麼多的熱 -delta H fusion 那系統本身的溫度是多少 是0度C 既然是0度C 你用的是273k 然後surrounding 因為是25度C 這邊用298 好 Fusion多少 6.01 千焦耳 所以這地方 你就要把它變成 6010千焦耳 對於系統來講 它的吸熱 得到這麼多熱 除以273 減掉 6010 因為它是負的 除以298 請問這大於0還是小於0 這大於0 所以基本上它會進行反應 這一節裡面最後一個題目 請你算出來delta S delta surrounding delta universe 那當這個氣體在做膨脹的時候 有兩種膨脹 一個是isothermal reversible 一個是isothermal free expansion 他們的delta S delta S delta surrounding delta universe 到底變化多少 好 我們第一題先算 假設它是一個reversible OK reversible的話 到底說我們 剛才講它的delta S universe 應該會等於0 OK 那我們看看是不是真的 根據我們剛才所做的計算 它會等於0 第一個 因為它是delta T等於0 所以我們知道說 基本上會導致成它是理想氣體 理想氣體是delta U等於0 等於Q reversible 加上 加上 這邊是W reversible OK 那我們知道說 當它是一個isothermal reversible的時候 我們要分別算出 第一個是delta S delta S 我們剛才說它的公式就是 墨爾數乘以r 再乘以它的final的Volient 除以其實的Volient 這個公式不會太難倒 所以你把一墨爾的理想氣體 假設它是一墨爾 乘以8.314 再乘以它的中寮的體積 除以其實的體積 所以中寮的體積是20除以8 好 這樣得到結果 基本上大概是等於7.6 好 這是sirronding 接下來delta Ssirronding 系統如果是Q 不管是釋放出去或 這Q基本上是reversible 我們說這reversible 這是對系統來講 它可能吸了可能放熱 前面要成一個負號 因為對sirronding來講 它剛好是相反的方向 除以當時候的sirronding的溫度 isothermal reversible expansion 基本上就是假設 系統跟環境溫度一樣 所以這邊雖然是寫的是t surrounding 但事實上你得到的就是t 好 那Qreversible事實上就等於是 從這地方來講 它就等於負的 wreversible work 再乘以t 在上一章我們學過 reversible work 這是t分之1 這負負得正 所以它就等於是reversible work reversible work 事實上就等於是從 起始的體積vi到v 我們直接背公式好了 如果大家還記得它是 nrp long的 前面要乘以負號 vfinal除以vinitial 這一項就等於是 這整項 就等於是 wreversible work 如果沒有錯的話 我們把它帶進來 所以這個值呢 事實上就等於是 負的tt消掉 負的nrlong vfinal除以vinitial 剛好跟這個相反 公式一樣 只是乘以負號 所以這個值當然是 負7.6 交二perk 所以最後它的universe 整個過程的universe 就等於0 好 那我們接下來算 free expansion 一樣的公式 我們還是要算這個 free expansion呢 要來算這個 各個的差別是多少 free expansion呢 因為還是isothermal free expansion 所以呢 我們還是保持這個公式 free expansion我用黃色筆來寫出來 所以它還是以這個為主 但是它已經不是reversible 所以我們把這個拿掉 所以這個地方就變是 是q free expansion 而且q free 加上w free expansion 請問w free expansion多少 0 沒錯 所以這個值是0 那 那 q free expansion 是多少 因為我們說 因為它還是isothermal 都是理想氣體 所以這個值也等於0 是不是 一旦這個值等於0 我們就直接可以算 delta surrounding 就等於是q free expansion 乘以負1 乘以負1 再除以t的當時候的surrounding溫度 那應該是這個值 那應該是這個值 因為它乘以負1 代表是說它是 以系統的角度來看 所以這個值呢 等於0 這是第二題 delta surrounding 基本上不會有任何衝擊 不需要得到的熱量 也不會產生出任何熱量 這樣可以嗎 好 下一個 請問系統delta s怎麼算 我提示一下 系統的起始的溫度 和系統的中寮溫度 系統起始的體積和中寮的體積 第一題和第二題是不是一樣 會一樣 會一樣 所以 free expansion 它的delta s 就跟isothermal reversible 的值一模一樣 這個就是 為什麼會一樣 因為它是狀態方程式 狀態方程式 只有對system的entropy 才是真正狀態方程式 surrounding 不是state function 還有universe 也不是state function 它跟過程會有影響 但是system的entropy 它才是真正狀態方程式 所以用這個值代進去 所以當你在算 我們剛才說reversible 它等於0 reversible等於0 我沒有寫它等於0 用白筆 如果是free expansion的話 delta s跟isothermal一樣 是7.6 後面是0 所以答案就是7.6 然後再來是jall per k 重點 重點是在這個地方 這題的重點 雖然是告訴你free expansion怎麼算 也是告訴你一件事情 只有system的entropy 它才是state function surrounding的entropy 不是state function 它是path dependent 它跟它的變化過程有關係 寫太快 這是jall per k 這邊也是jall per k 對 謝謝 所以只有system的entropy 才是state function 這是最後這個範例要告訴你 一個重要的關係式 這是classes inequality classes inequality 是要告訴你一件事情 delta s 雖然是qreversible 除以大於t 但是對於任何狀態的q除以t 基本上它都會大於它 那我們來看一下 為什麼會這樣的情形 我們只用一個簡單的isothermal free expansion isothermal reversible expansion 來解釋 在isothermal reversible expansion 這邊是它所做的功 我們說過 這個是wreversible expansion ok 那如果是irreversible的話 通常的功可能就是 如果從這一點 我們就只算它積分而已 所以通常在絕對值上面 我們可以知道說 reversible的work 永遠 對外做的功 它絕對值 永遠大於任何的功 任何的膨脹功 我們只能說它是膨脹功而已 所以這個地方的功 所以這個地方的功還是指膨脹功 還是指膨脹功 不是指那個有用的功 好 這個膨脹功呢 基本上 也就是說 絕對值wreversible 會大於絕對值work 那在對外來講的話 如果是負的功 這邊也是負的 這是對外做的功 因為wreversible是對外做的功 所以你這邊記出來是負值 所以它切形符號 它會大於這個值 那等於它的話 就等於是相等 因為reversible expansion 我們當初在導的時候 reversible expansion 就等於是負的p的v 所以從小的體積v1 達到v2 通常這個積分出來是負值 那乘以負號 就等於是絕對值 所以基本上 這個赤值是這樣出來的 那加上 因為它是isothermal 所以deltau等於0 deltau就等於是 qreversible work 加上wreversible work 所以我們就知道說 qreversible work 事實上 從這個式子來告訴你 因為它等於0 所以我們會得到一個 qreversible work 就等於是負的wreversible work 所以這個式子 直接等同於qreversible work 你既然如果在恆溫底下 你所吸的熱和它的弓 剛好互相抵消掉 所以同樣的 它能夠做出來的弓 最大的弓就是這個值了 那你能夠做出越大的弓 在恆溫底下 你要吸的熱就越大 吸的熱就越多 所以在恆溫底下 這個值也會在 任何狀態底下 它都會大於 不是reversible的吸熱反應 因為這個地方 假設溫度delta t等於0 所以會導致成deltau等於0 不管它是一個reversible 或irreversible 所以這邊有一個假設是delta t等於0 一旦這樣子的話 我們把這個式子帶到後面來 所以當你把它處理系統的溫度 它平衡的時候 qreversible work 本來就要大於等於q 因為它整個過程是一個平衡狀態 所以它處理溫度 這個值就出現了 一旦出現以後 這個值基本上定義就是delta s 這個值是代表 這個cursus inequality 代表是說 在整個理想狀態底下 reversible的所得到的entropy 因為entropy一定是用reversible所得到的 那這邊的q代表是irreversible 任何不可逆的 也就是它在做任何膨脹的過程當中 它不是一個平衡狀態 它可能是很快的膨脹 可能是free expansion 可能是等壓膨脹 這樣子來比的話 它永遠 delta s 永遠大於等於q除以t 這個q 如果它不是一個reversible的話 這個獅子等到後面 我們再講有用的功 就會用到 所以delta s 永遠會大於q除以t q 當只有它是 整個過程是一個可逆式的平衡的時候 這個q才會等於它的entropy 如果不是可逆式的話 任何的熱傳 基本上它就是只是寫一個q而已 所以這邊的q是指的是不可逆的 就是它整個在過程當中 系統的溫度跟環境溫度 它不是一個平衡狀態 它膨脹的時候 可能是忽然降壓直接膨脹 甚至是free expansion 這些都不是一個reversible的過程 那這時候得到的熱傳 它所算出來的q除以t 絕對不會等於entropy 它會小於 如果等於的話 就代表它是整個過程的極限 它是理想值 這是crisis in equality 一個重要的概念 謝謝大家 下次再見